第四度要連任了 那我們就要慈禧末日 因為慈禧幾乎横跨了四個皇帝 從咸豐 同志 光緒到宣統 你早退不就好了嗎 可非要幹到底 好 只是幹到底累了 為什麼 因為這一次 整個德國大選出現 比較令大家意料之中 就是幾個政黨的排序 沒有太大改變 意料之外的是極端政黨 出現了得票大幅度的暴衝 我要講永老師就觀察 我們先解讀德國大選的結果 因為包括了基密盟 基瑟盟 這屬於梅克爾的執政聯盟 這一次的選票出現了明顯的下滑 當然他也是內閣當中第一大政黨 另外包括了社民黨 也出現明顯下滑 最重要的就是德國的時代力量 開始暴衝 可是台灣的時代力量暴衝 台灣很高興 德國人的時代力量暴衝 德國人不高興 老師 為什麼高興 什麼時候不高興 從整次這一次的選舉過程當中 我們怎麼看德國政治的變化 這次選舉的話 他們稱之為分水嶺 那麼德國本身這個國家 他在歐洲是領頭羊 然後在全世界來講的話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德國本身的工業生產 經濟模範生 而且他還有一種理性主義 非常盛行 他事前的預估跟事後的結果 都很類似 不過這一次的話 讓人覺得比較憂心的 就是德國這個國家本身 這個另類選擇黨 這個叫做給德國一個 Aternative的這個黨 他得到了13%不到 但是他在德國很大的國會率 他居然有93席 這個的話就是從歷史的因素來講 而且在東德 傳統的東德是得分率 超過22% 非常高 那麼這個的話 就出現了一些想法 讓大家感覺到很憂慮 據我所知道 今天不但是在德國 凡克福 克隆 還有柏林這些城市 有示威以外 在美國 在美國還有猶太人 比較聚集的紐約市 都有人示威 為什麼呢 因為別的國家搞極右黨 那就叫做極右黨 德國搞極右黨 那就是有戰爭罪行的極右黨 納粹 納粹的這種陰影 在德國揮之不去 德國是唯一有憲法規定的 不可以談到過去的這種事情 不可以做這個手勢 不可以公開講這個字 甚至於到目前為止 以色列政府對於在1930年 出生的德國人 還有入境的限制 就是盡可能要讓他們 不要忘記這段歷史 因為德國人叫公車 都用左手駕 不能右手駕 右手駕會問題 所以德國人駕建車 叫做左手駕 因為右手不能駕 右手不能駕 叫很尷尬 你知道嗎 可是現在德國人 終於有舉起右手的權力了 對 這件事情的話 對於德國本身的歷史來講 其實一個不光彩的歷史 但是大家可以發覺 在戰後六七十年的 折磨過程當中 東西德合併以後 現在所有的問題 大致上都解決了 連梅克爾本身都是東德人 不過有一件事情就是 東德覺得 他們失去的那三四十年 要怎麼樣彌補 還沒有完全彌補過來 因為西德的地區 這個經濟維持了非常長久的 所以這個梅克爾突然一發突想 認為說我們要做一個 人道主義的超級強權 居然開放了 在2015年讓了100萬的敘利亞難民進來了 進來以後出現了很多問題 其中的話所有的東歐國家 包括匈牙利 捷克 然後所有的這些原來波蘭這些國家 都感覺到我們在整個經濟發展的過程 還失去了曾經應該擁有 而沒有擁有的優勢 現在你開放讓難民來跟我們搶工作 然後融合起來也很難 所以這一次德國的另類選擇黨 他在選舉之前做了兩個廣告 這個兩個廣告都非常非常有含義 而且基本上就是牽涉到這個民族主義問題 首先第一個在公園躺著一個懷孕的女人 然後想說要人我們自己來 然後另外一個的話 這兩個穿著比基尼的姑娘 就講說全部包起來嗎 我們喜歡比基尼 就是用這個 這兩個口號非常成功 導致於他的成功在哪裡 就是他突然因為本來另類選擇黨 是四年前剛成立的 是反歐盟的 根本沒有理想 根本不知道要幹嘛 那時候的話等於是就是說 是要懲治希臘賴臟的 出現了一個莫名其妙的組織 但是2015年兩年前的話 梅克爾給了一個大機會 這個大機會突然讓德國人突然找到 說出來他們以前很想說 但是不敢說的話 這個歷史在重演你知道嗎 你的意思是把女生脫掉上比基尼 然後他就會大肚子了 你也覺得廣告不是這意思嗎 這兩個就是他穿比基尼就會大肚子 他的關鍵不是在講說外面的邏輯 他是講內部裡面藏的那個baby 要長得跟純熟德國人一樣 對 那麼這個觀念的話 在以前是無法想像 德國會做這件事情 我要 萬民哥 我們要看把問題導到另外的方向 事光每次都亂扯 但這個問題我們要觀察 因為事實上從最近歐洲三大國 英國 法國 德國 英國在脫歐 忙得不可開交 那歐洲這是德國第一大國 基本上面臨的地方跟民粹政治的 一個民意的洗禮 變成這個國家開始動搖 可是我們回想今年1月 法國的大選出現了一個人 而這個人壓倒了所有的政黨 類似台北的柯文哲 可他比柯文哲的野心更大 他就是法國總統馬克宏 所以現在一個是方向不定的英國 一個是分裂的德國 面對一個極為團結跟吉祥長大的法國 因為從馬克宏的身高跟他的長相 其實跟200年前的拿破崙有點像 沒跟我們觀察 在德英法這幾百年的 歐洲角力的百分當中 其實法國一直在一個領先 或一個特定地位 可是從二戰之前 一戰之後 法國在歐洲德英法大本國當中 感覺就視為了 這一次機會很大 馬克宏的野心也很大 這個德國大選的右派勢力 這個興起反映一個危機 就是歐洲一體化 或者說全球化的危機 全球化的推動過程中 或者一體化的推動過程中 一定會有不協調的危機出現 那問題是什麼人 能夠對這個危機 提出更有效的論述 然後把這個不滿的聲音對不對 引導到比較正面的力量 這個是比較重要的一件事情 這一次你可以看出來 我自己覺得歐洲的變局 有點像是這個18世紀末 到這個19世紀初 當時對不對 歐洲很像 現在的這個歐洲 就是尤其是馬克宏的出現 對 這麼大的國家 找了一個39歲的總理出來 那我們再看看前一年 義大利的總理倫齊 當上這個總理的時候 也不過40歲 對 那最近大家如果稍微注意 還有兩個小國就愛爾蘭 愛爾蘭的這個新的這個總理 對不對 這個瓦拉德卡對不對 也不過就是38歲 另外一個 愛沙尼亞一個小國 他選出來的總統 這個總理拉塔斯 也是只有38歲 這個感覺上好像 沒有38歲沒幹什麼總統 人就廢了 對 我們現場報紙人都廢了 現在看另外兩個國家 你看梅克爾63歲 對 那個 那個 英國的 英國的梅 大概應該是60歲 對 其實都可以當塔克龍 還有這些年輕總理的媽媽 對 那講科技也就是當他們阿姨 對 那這個就反映出 這個年齡是不是對不對 出現了一個關鍵點 你可以看出來 我跟大家看這個兩個人 這個是英國歷史上 最年輕的這個首相小威廉彼特 他這個當上首相的時候 只有24歲 是 法國大革命1789年的時候 他30歲 那個時候是歐洲 處於大變局的這個時代 對 另外這個叫拿破崙 拿破崙1789年的時候20歲 那從此以後對不對 引領法國 還有這個整個歐洲勢力的 就是小威廉彼特跟拿破崙 因為兩個人進行拿破崙戰爭 小威廉彼特在這個1799年 還實施了第一次的這個 這個量化寬鬆政策 開始大量印鈔 對 然後實施這個索得稅制 這個都是英國透過金融創新 最後打敗了這個法國 那這個拿破崙更有意思 這個拿破崙靠了他的軍工 就得到了這個 法國老百姓普遍的支持 對 這個1799年的時候 被這個法國的國民議會 選為這個執政 到1802年的時候 他可以被選為終身執政 再過兩年1804年 又被全民選為皇帝 對 那皇帝不打緊 他這個皇帝還當得很不一樣 這是1804年 什麼四射導彈 四暴清淡 他那個做法 其實跟四暴清淡沒什麼差別 所以我看金正恩勝做地方 金正恩勝在法國 他就拿破崙了 拿破崙升到朝鮮就變金正恩 觀眾朋友 人的出身很重要 甚至於他的威力 比清淡還大 你看拿破崙 1804年登基的時候 找這個羅馬教皇P戶74 到巴黎來替他加冕 結果加冕那一天 P戶74就坐在那邊 什麼動作都沒有做 這個拿破崙自己 從P戶74的手上 把皇冠拿起來帶在自己的頭上 再拿另外一個皇冠 帶在自己的皇后頭上 意思就是說你就是當旁邊看著 看我怎麼當皇帝 第二年 這個1805年 這個拿破崙打敗了神聖羅馬帝國 這個叫做佛蘭茲二世 也是神聖羅馬帝國最後一個皇帝 神聖羅馬帝國滅亡以後 才有所謂的奧地利出現 為什麼要打敗神聖羅馬帝國 因為神聖羅馬帝國 一直扮演著 從他成立以來一直扮演以來 扮演歐洲教皇的保護者 所以這個結果就是 把整個歐洲的封建勢力 全部瓦解了 接下來就是 義大利民族國家的興起 德國統一還有民族國家的興起 整個歐洲的格局 到了另外一個新的境界 這些都是二三十歲年輕人 幹出來的事情 現在很長一段時間 大家都知道特別是 從歐元成立之前 一直到歐債為期到這幾年 其實法國明顯的都被德國壓著打 都是在德法聯盟 領導歐盟的過程中 德國始終占上風 德國拍板決定 法國做一個忠實的追隨者 可是可以感覺出來 從馬克龍的當選 到梅克爾所屬的這個機民黨 選票大湖的下滑 還有新勢力的崛起 顯然馬克龍在歐洲 面對一體化為期的過程中 他似乎更能夠在價值 或者理念上提出有效的論述 老師 這我很想要 因為外面再提到 就馬克龍其實在價值觀的論述 或政治的取向當中 他至少先已經統一了法國 一個團結的法國 要面對一個不知方向的英國 跟分裂的德國 法國的崛起 因為法國在歐洲大陸稱霸 感覺好像要回到拿破崙的時期 那感覺是這感覺 但法國一直都很強 不管是數學 不管是科技 包括軍事一直很強 可是法國好像 離稱霸離我們覺得好遙遠 你怎麼觀察 我以前在學法文的時候 我們都會不由自主的 喜歡拿破崙這個人格 因為他的歷史各方面 也都非常清楚 不是我們喜歡而已 就是德國的哲學家 像貝多芬 黑格爾 他們都非常仰慕他的這個人格 因為他這個 他什麼人格 他不是金三胖嗎 拿破崙他非常厲害 對 他非常厲害 也就是說他原來是科技家人 長得跟義大利人差不多 他本來到法國是去 到普遍學校去 個子很矮 聽說不到150公分 他要去學的是 要學這個軍事 然後個性非常倔強 吃任何苦頭都永遠不說 第一個不睡覺 第二個不說NO的 膽子非常大 國際的關係搞得都非常 野心非常大 現在你可以到了巴黎 有一個他的忠烈詞 叫做Unvalide 這個裡面拿破崙的墓 聽說那個墓裡頭 因為他個子不高 他站在那邊埋著的 旁邊有12條柱子 寫他的豐功偉業 所以說拿破崙第一個成功的 他是個機會主義者 拿破崙懂得善用民主這個口號 剛剛外面講那段話的話 說明什麼軍權神獸 他拿來戴在自己頭上 另外約瑟芬給了一個皇冠 教皇在旁邊 在旁邊就坐在看著對不對 但是他打的口號是民主 民主 所以大家為什麼喜歡他 就發覺他是所有被壓迫人民的解放者 他這個口號打了一半自己就不完了 逮到機會他就擴張 然後另外的話他確實比一般人聰明 就是拿破崙成立的教育制度 這個教育制度中最偉大的 就是把法國的精英挑出來 馬克宏就是拿破崙成立的這種精英學校的 是很典型的 他們在高中就決定了 所以我系上的一個同仁 我們上個禮拜有一個 巴黎的精英學校 巴黎高等師範學校老師 到我們那邊來採訪 一聊到法國的精英學校 你大概在小學畢業 就已經確定你這個人 適不適合讀書了 按照那種情況的話 我們兩個都免了你知道嗎 就不適合讀書 我們這邊當中說 駿銘適合讀書 可是你知道嗎 發家的是蔡老師 蔡老師不讀書 發家了你知道嗎 發翻了你知道嗎 那個讀書的在替我們發家的打工 另外還有一點是意志堅決 因為馬克宏現在 正在是法國的左派叫梅朗修 正在大幅度的反抗他的一切的改革 看他能不能過這一關了 因為目前世界的局勢 確實出現了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美國的總統我們就不要講了 俄國現在的話 雖然總統很厲害 但是俄國人的生活 並沒有改善的空間 那中國是擺明了是 大陸現在強調的是民主在退潮了 這就準備搞一套體制了 那現在整個日本的地區的話 好像都是奄奄一息 不曉得到底在做 整個世界沒有一個共同的標誌 而且最嚴重的說兩心話 不是我賣瓜說瓜鐵 是一個最嚴重的哲學真空 就是說原來在拿破仁的時候 他突然他自己不相信民主 他逮到了民主作為口號 一下子橫掃千秋 然後就變成了歐洲地區共主 對不對 打敗神聖羅馬帝國 裡面投降的熱爾曼人 有多少人對不對 上百個小國對他投降 但是現在的話 馬克宏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 他到底用什麼樣的口號 然後來吸引大家 目前為止是最大的手勢就是 他有一個比他大24歲的太太 所以你剛剛講到梅伊跟梅克爾 對他來講的話 派我太太去跟他們溝通 對 那個溝通部分 我家裡 家有一寶 但是他太太是教戲劇的 教戲劇 所以馬克宏到目前為止 給人家感覺到 就是大步全進黨才成立不久 然後他自己年紀很輕 然後自己的話沒有人看好他 能夠當了法國總統 目前整體來講 大家把他當成一個戲來看 還沒有真的看他會 真的拿出什麼樣的 具體的角色來了解 法國應該是雙手掌制 可是馬克宏這個總統 好像擴權擴的有點大 非常大 你到現在為止 連我對法國這麼有興趣 我講不出來他首相是誰 你知道嗎 就是他的那個總理是誰 我感覺印象中 永遠是他自己一個人 第二有名的人的話 是他的第一夫人 就是他的太太 他前一陣子的話 為這些事情跟法國的民眾 搞得不愉快 他說光是有這個形式的地位 還不行 還要有一個正式的地位 後來搞得大家印象不太好 對於他的整個民意調查來講 也有一點下滑 所以說目前為止 就要看個關鍵 就是馬克宏能不能像拿破崙一樣 懂得善用機會 懂得的話 運用他的智慧 還有表現出拿破崙的堅決的意志 法國假如忽然恢復 改變了這個德英法三國的 一個權力平衡會有什麼變化 因為法國不管在哲學 在政治的發展當中 那個非常重要了 就是說現在歐洲要是 能夠推出一個共府 然後跟大陸合作 那這個機會就來了 因為什麼的話 就是能夠徹底確定 在21世紀開始 民主可能要退潮了 大家用這種權力的方式 讓歐洲的整個地區 歐亞大陸 東邊有中國 左邊有法國 你不要忘了 一帶一路裡面講的就是歐亞大陸 他們是一塊地 對 那高速火車通得過去 最重要是